常常人龍排滿整條旗樓 都是在等待領取快摔試劑 基隆全民防疫愛心篩檢開始啟動 就是為了找出社區中隱藏黑樹 當地里長忙盡忙出招呼 不過仔細一看 排隊人潮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里長一個接著一個發放號碼牌 當中要是有人確診 可能又是一條可怕的傳播鏈 但領事記的人相當多 有人甚至提早半小時就來排隊 基隆五號出現33例確診 其中某物流公司群聚延伸僅拖嬰中心 五號一口氣新增六人確診 當中有兩人還是只有一歲的小baby 感染源是三號確診的拖嬰中心職員 嬰幼兒沒辦法打疫苗 對病毒缺乏抵抗力更加令人擔心 基隆全市警察PCR採檢結果也出爐 一千一百三十九人驗出一人陽性 他三月二十八號PCR是陰性 三月二十九到四月三號連續六次快篩也是陰性 三十一號後也都沒有上班 因此懷疑是在居住地新北三重的社區感染 部屬於小吃店群聚 虧位十天林幼窗再度現身 因為接觸確診警員自主隔離 五號解除一早就直奔市府主持防疫會議 面對陷阱重來的疫情不敢大意要盡快追上病毒傳播的速度 好了 新聞全境李琦清 機動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鼓祝我的頻道